2019年6月 香港爆发为期不短的修理风波 激进示威者打着反修理的旗号 在香港各处肆意破坏 看着这些情景 香港大学生小柏心中有许多疑惑 别人问我 你是不是支持这个什么逃犯条例 我又完全就没有兴趣 我又觉得他通不通过 就是关那个杀人犯的事情 不是关我的事情 他又不是只问我 此时的小柏心里还没有慌懒之分 政治是离他生活很远的事 直到这一切开始压迫到他的生活 我又觉得为什么我根本不关心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 就是他们那些人会逼你去表态 就是会排斥你 如果你是不同意他们的话 很快小柏就发现 这场原本事不关系的风波 已经如病毒一般侵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光是暑期的实习工作 频频因交通受阻而长途跋涉 不光是社交媒体上已经充斥着相关言论 就连校园里也不再是净土 整个生活都全部都是这些 比如说我在学校也参加了一个兴趣 就是学会 然后结果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发 很影响我 这个不是兴趣小组吗 为什么你要在里面发这种东西呢 那个时候我就很愤怒 因为我看见他们发的一个是要求 我们一起去发邮件给那个公务员说要求他们罢工 那个时候我就太惊讶 因为我那个文件呢就是把那些公务员的邮箱全部公开 然后就说你发邮件到这个邮箱要求他们罢工 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有这种资料 此时的小白还没有意识到 他内心泛起的对这一切的反感和愤怒 实际上正是他内心立场的萌芽 而发生在2019年8月13日的一件事 终于让他内心的萌芽破土而出 813的时候我就因为复活还要在机场里面被打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也哭了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也帮忙就报警了 很生气我就觉得因为他是我的同胞 他如果是侮辱用了一个中国人 就跟侮辱我自己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行为 就是跟我的所有那些朋友全部都绝交 因为我真的不能接受 所以就我那一天就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一点什么 下定决心就开始行动 小白立刻通过社交媒体 寻找正义团队并很快加入他们 娇小的神区就此出现在保卫香港的前线 踏碎大家一起清理路障 清理连笼墙 甚至在砖头横飞的暴乱现场也无所畏惧 曾经政治冷感的那颗心也随之热血沸腾 危险是很多的几乎每一次都有 但是那个时候是很激情澎湃的 就是周围会有很多的暴徒他们在围观 然后他们也会谩骂 有一次他们还会扔砖头 是真的扔砖头过来 但是就觉得那个气氛我就觉得我在为这个国家好像站在战场上一样 我就很激动 所以我一点也不怕 小白说他之所以这么爱自己的国家 是因为他从小对文化历史感兴趣 了解中国走向富强经历的种种艰辛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很多学校的教科书上 中国的近代史都是另一番模样 我在香港这个历史书或者是通诗书 他们说到这个历史近代史就是很黑暗 这个政治环境很差 然后人民的生活也很差 但是后来我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是回过几次内地教育 我发现根本就跟教科书写的不一样 其实现在已经很进步 我就看着就很感动 我就发现原来近代史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是我们一个奋发奋斗的史 很为这个感到自豪 爱中国 爱香港 这是小白的内心写照 更是他对香港青年的期望 小白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放下偏见 不要继续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香港法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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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